当妈妈的都要是一个看似温暖柔情,实则冷酷寒凉的地方,那就是彩房。 在这里孩子发出第一声聊响清脆的声音,妈妈初见运出十月的宝贝,可到多数彩妈妈们会想起自己生孩子的时候,最大的感觉倒不是身体上所带来的丝痛苦感,而是当下环境的温度和彩房外相比,简直就是凉热两重鞋。 小安刚刚谢过,除了产房不说的也没讲可,牙齿相够直打哆嗦,微弱的声音直呼太冷,可婆婆却觉得小安有点见习八归,小安丈夫则认为自己媳妇生孩子生傻了,别痛和冷都分不清。 其实很多产妇出的产房第一感觉体表温度有所缓解,但还是愣得心扉,深处产方数小时,应该得到医生护士的精细照顾。 可为何连最基本的体感舒适都做不到了,到底是产妈妈呆傻了,还是医生没不到呢? 首先,产房的温度是由医生们一手掌控的,在孕妈妈进来之前,产房空调设置的温度早已均衡稳定。 医生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孕妈妈在生产过程中适应热胀冷缩。 大家都知道,温度高感到热,体感也舒适,在这种依然温暖的环境中,人都会有一丝丝惰性,像好好睡上一觉,无产妈妈也是如此。 可是在生孩子的时候,正是努力奋斗的阶层,体感烧寒更易于身体收缩运动,特别是加强自宫的活跃性,让宝贝们快点来到丰富绚丽的世界。 其次是体液流失自觉寒冷,生孩子没有干干净净不见鲜血的,机体内带有余温的血液逐渐减少,加上产妈妈的不断换系使劲,配上大身口好所浪费体力,使精神与吸力在短时间内如大江东去。 身体这台精密灵活的女节机器,自然会做出反应,循环系统和自我保护瞬间开启,各相关神经开始寡冲模式,血液集中掩护重量人体器官,末少部位没有得到血液的关爱,产妈妈们就会感到手脚煎冰凉。 所以刚推出产房的准妈妈们,务必做好保暖措施,不能掉一失心。 最后降低生产时细菌量,月妈妈们都想有个整洁无污染的生产分来,产房温度升高细菌更为活泼,就像雨后春笋纷纷散漠各处。 产床上堆积一些断气八糟的体液和排泄物,再结合温暖无春的环境,起步成了细菌们的训练大营。 产妈妈和新生幼儿的安全屏障又活弱了一层,所以低温有一张乱杂物的滋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